主料,五花肉500克,白菜600克,红薯粉条300克,辅量,油,盐,啪嚼,生抽,葱,姜,蒜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-2小时,准备好五花肉和白菜备用,红薯粉条备用,白菜切好备用,姜葱姜蒜切好备用,油热后,倒入五花肉,葱姜蒜一起炒香, 加少量盐和生抽,五花肉炒到五成熟左右加入清水,加入八角煮大概一小时左右,加入粉条和白菜,再加适量的盐调味,最后盛出,烹饪技巧,五花肉炖的时间要长一些,粉条和白菜很容易熟,可以矮一点再加进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谢谢大家